大家好,欢迎观看《读书片刻》,月子我是在娘家做的。 因为生了个女儿,婆婆对我鼻子不是鼻子眼,不是眼。 扬言以后别想她帮我照顾孩子,还说月子让我叫我妈来照顾。 自结婚后,无数次被婆婆说有了媳妇忘了娘的老公,一言不发。 想起婆婆因为这原因,对我各种挑剔,各种找茬,我觉得挺冤的。 出院时,我就直接抱着孩子回了娘家。 今天是我出月子,老公临时昆来接我回家。 到了家,婆婆看都没看孩子一眼,阴阳怪气地对我说了句,舍得回来了。 公公在一旁默不吭声。 我直接进了自己房间,晚饭是临时昆端竞屋来的。 一小口青菜,半碟子爆炒鸡块。 对,就是爆炒鸡块。 我咬了一口,根本咬不动。 按理,平时爆炒鸡块其实也是美味。 可能因为生产的原因,也可能是今天这鸡块过于爆炒。 我勉强又啃了几口,竟然崩得牙疼。 我想起我妈的叮嘱,虽然出了月子,可这身体还没完全养好,尽量吃软的东西,不然老了有我瘦的。 想起我妈,心里突然涌起委屈。 我醋梅叫了临时昆两声,他没硬声,大概是没听到。 我叹了口气,端起那盘子爆炒鸡块出去,想着让临时昆给我炖一下再吃。 到了客厅,他们一家三口吃得正欢。 电锅里是炖得喷香软糯的鸡块。 我简直是无语,所以,活着就给我的是爆炒的。 他们都是吃顿得软糯的。 临时昆见我出来,起身迎了过来,远远,怎么出来了? 我指了指盘子里的鸡块,我的鸡肉是爆炒的。 临时昆点头,我妈说了,这鸡嫩,爆炒更好吃,你多吃点。 我将盘子往她怀里一塞,成,你让你妈当场吃给你看。 临时昆根本没明白我为什么发火,她皱着眉去看婆婆。 婆婆冷哼一声,起身从临时昆手里拿过鸡肉,直接倒进了电锅里,既然不喜欢,那就别吃了。 我看着电锅里厚厚的辣椒,问临时昆,你晚上打算给我吃什么? 临时昆的眉头皱得更紧。 远远,你是不是太矫情了? 我妈辛辛苦苦地给你做了鸡肉,你不肯吃,如今又来问我给你吃什么? 你这不是为难我吗? 我那颗已经逐渐变凉的心,此刻似乎被挖空了一片,露了个大洞,有风穿堂而过。 前两日,临时昆还在和我说,等以后孩子大点了,他就让他爸妈回老家。 还用等什么以后? 我突然就没了争执的力气,回了房,就着那几口青菜合着泪,将那碗白米饭吃了。 四日一早,家里来了不少亲戚,我刚出房门,婆婆就迎了上来,甚至破天荒地给我倒了杯红糖水。 我不太想接,可满屋子人看着,只能接过来喝了一口。 下一秒,直接喷了出来,这也太TM甜了,是放了一罐糖进去吧。 方圆圆,你什么意思? 我念你总归是给我们老林家生了孩子,好心好意地给你倒糖水,你直接吐出来是什么意思? 家里还有其他亲戚,我不好与他吵架。 只能小声地说,妈,就是太甜了,我喝不太惯。 太甜了? 我看你吃巧克力的时候,你怎么不说太甜了? 糖水能有那玩意儿甜? 我看你就是看我这个婆婆不顺眼,刚回家就要给我个下马威,说着说着,婆婆就抹起了泪来。 我看着焦头接耳的亲戚,头疼地俯了俯额,又侧头看向林石坤,希望他能帮我说几句话。 结果,人家就坐沙发上打游戏,头也不带台的。 我本想忍下这口气,等没人了再说。 毕竟,家丑不可外扬。 就见林石坤姑姑站起来,一边将婆婆往沙发另一头扶,一边阴阳怪气地道。 嫂子,别哭了,这现在的儿媳妇不都这样吗? 说着,她又朝我吩咐道,圆圆啊,孩子你给我们带,你去做饭吧。 大家伙都是来看你的,总得吃饭了再回去。 我几乎以为自己的耳朵听差了,这一大家子人都在。 让我一个刚出月子的人做饭,我指了指我自己,重复地问我做饭。 婆婆也不哭了,甚至还露出了一个笑来,你作为儿媳妇的,在家做炖饭不正常吗? 众人的目光都扫了过来。 其中一个表姐似乎是看不过眼,说了句,咱们不吃饭也行的,这圆圆才刚出月子呢。 婆婆一嘴就接了过去,刚出月子怎么了?饭就不能做了。 我们那会儿生完第二天就下地了,表姐不吭声了。 我紧了紧抱孩子的手,踢了林时昆一脚,你妈说让我做饭。 林时昆抬了抬眼皮,那就做呗,我帮你。 说着,她收了手机,站起身,笑咪咪将孩子抱给了她姑姑。 林时昆上前来拉我的手。 我用力地甩开,深呼吸才压制住心中的难受。 林时昆不解地看我,脸色也有几分不好看。 我拉着她,直接进了卧室。 圆圆,你这是做什么? 家里那么多客人,你这样甩脸子。 林时昆,我才出月子。 你妈就让我做一大家子的饭,你都不帮我说几句话。 我看着她不耐烦的神情,心里的失望快要将我淹没。 我闭了闭眼,脑中闪过月子期间的种种。 林时昆听她妈的话,还信誓旦旦地说,这都是为我好。 还有林时昆,因为她妈妈一句女人坐月子不能受凉,不能吹空调的话, 就将我房间的遥控器悄悄地藏起来的奇葩事件。 其他的还有什么晚上,孩子哭了,他只会冲我发脾气,怪我没带好, 自己却看也不看一眼。 诸如此类,很多很多,远远都是亲戚。 妈也是给你机会,让大家看看你的贤惠, 林时昆还在极力劝说。 再说,我也会帮你的,你只需要做做样子就行了。 这一瞬间,我无比地肯定,当初就是瞎了眼了。 我冷笑,林时昆,什么叫帮我? 还你妈给我的机会,你干脆和你妈过日子算了。 说完,我推开门,重新进了客厅。 客厅里,婆婆见我出来,挑衅似地笑了笑。 圆圆,你看看你这孩子,脾气真是大。 我就提个建议,你还甩上脸色了。 在医院的时候,叫你吃饭,也不吃,非得我端到你面前才肯吃。 坐月子也不肯在婆家坐,妈给你倒糖水,你都不喝。 辛辛苦苦苦炒的鸡肉你也咸咬不动,如今让你给亲戚做顿饭,你也不愿意。 哎,你们方家的家教,还真是。 我死死地捏住拳头,不停地深呼吸。 片刻后,我唇角浮起一抹笑,端起桌边的那杯糖水,走向婆婆。 我一把抓住婆婆的头发,将那杯糖水就给她灌下去。 妈,好喝吗?不甜吧。 婆婆边挣扎,边往外吐,又因枪着了糖水,咳得厉害。 屋子里静了一秒,直接炸开了锅。 方圆圆,你这是做什么? 林诗坤冲过来,一巴掌拍掉了我的手。 公公也奔了过来,横眉树木,仰手就给了我一巴掌。 你反了天了,还敢直接对你婆婆动手了。 我的脸被打得偏到一边,火辣辣的疼。 我由抱着最后一丝希望,看向林诗坤,却见她眼神躲闪,直接不看我。 心里的最后一丝光泯灭,我抿了抿唇,站起身。 众人都后退了一步,似乎在防着我发疯。 我直直地冲了过去,从林诗坤姑姑怀中抱过女儿,抱着孩子头也不回地出了门。 临到门口,婆婆还在叫嚣,方圆圆,你今天出了这个门,就不要再回来了。 我的步子顿了顿,不再犹豫,一步一步地踏了出去。 我抱着女儿的手,微微紧了紧。 小姑娘醒着,一双黑悠悠的大眼睛望着我,纯洁而又天真。 我的眼色的厉害,不经意间有水珠滑落,一滴一滴地滴在女儿的衣服上。 我抱着孩子茫然地往我妈家走,与林诗坤的种种浮现眼前。 我与林诗坤是自由恋爱,恋爱时我就知道她有点妈宝。 可那时我被爱情冲昏了头脑,就觉得,这说明她孝顺,不是什么大缺点。 再说,我可是打算好好孝顺公婆的,这点小缺点就更不是问题了。 结婚后,开始我也是把婆婆当作亲妈对待,什么都想着她念着她。 可这份心,在婆婆不停地挑剔中,一日一日地变冷。 网传的那种奇葩婆婆在晚上闯进儿子儿媳房里的事儿,她也没少干。 林诗坤总是一副没什么大不了的样子。 直到生孩子,我顺产生不下来,医生要剖妇产,她不顾我的死活,不肯签字,嚷嚷着一定要顺产的孩子才聪明。 若不是我爸妈及时赶到,我怕早已经拖得一失两命了,最让我寒心的便是林诗坤的态度。 小事我尚且可以睁之眼闭之眼,可那是生死攸关的大事啊,是我与女儿的命。 我妈说,她当时就在旁边低着头,一声不吭。 至于之后,我回娘家坐月子,她更是和公婆一起上我妈家闹了好一场。 想起此番种种,我的泪落得更急了。 当我妈知道我回去不过一天,就闹出了这样的事,顿时跳脚,这日子没法过了,老方,抄家伙,咱们打上门去。 我爸安抚地拉住我妈,行了,咱们是文明人,不能这样粗暴地处理。 说完,她转头看我,这日子,你还打算过下去吗? 我毫不迟疑地摇头,这一桩桩一件件,都让我对这份婚姻和这个男人失去了信心。 想想以后这么长的人生,我觉得不寒而栗。 然后,我爸直接带着我去派出所报了案,故意伤害罪。 很快,邻家一家人都被带到了派出所。 婆婆一见到我,就破口大骂,方圆圆,你个丧门星,你欺负我还不算术,还弄虚作假的报案。 我打死你。 说着,她就往我身上扑。 警察拦住了她,一顿呵斥,才算是安静下来。 当警察询问经过时,婆婆第一个站起来,说我拿着红糖水灌她。 警察看向我,我摸了摸脸上的红肿,平淡地叙述了事情的经过。 她有打你吗?警察问婆婆。 婆婆到底不敢撒谎,摇了摇头。 我爸开了口,可是我女儿的脸都被打肿了。 可怜她生孩子在鬼门关走了一趟,这才出月子呢。 我明显看到警察眼中一闪而过的怜悯之色。 最后的结果,公共被拘留三日,罚款五百。 罚得不重,但足够出了这口气。 我爸很满意。 出了派出所,婆婆又要扑上来。 我爸伸手拦住了她,指了指身后, 派出所就在后面,你也要进去待几日吗? 婆婆咽了下来,嘴里骂骂咧咧的,如同一只斗败的公鸡。 我侧头,看见了林时昆眼中的怨愤。 这一刻,我明白,我与她终是从爱吕变成了仇人。 我爸给了我半个月的冷静期。 他说,让我好好考虑。 若是还想过,那她为我出头,让婆家不敢再折腾。 但是往后的日子,得我自己过,是苦是甜,都只能自己咽下去。 若是真不想过了,那就离婚。 该分的财产,该要的东西,一样不能少。 林时昆是第七天过来的。 他进门舔着脸喊爸妈,见没人理他,又嬉皮笑脸地凑过来。 圆圆,别生气了,跟我回家吧。 这都这么多天没见你了,我都想你和宝宝了。 我冷着脸没理他。 林时昆又哄了几句,见我没反应,开始恼羞成怒。 方圆圆,你别给脸不要脸。 你以为你这样,拿着我就会妥协。 我妈说得没错,这女人呢,就是不能惯着,越惯越上天。 我当初就是把你惯的,我已经完全懒得搭理她。 我妈气得拿起扫把,就将她往屋外赶。 之后,林时昆又来过几次。 每次都是开头笑脸哄,见我不原谅,又开始各种辱骂和打压。 既然当初瞎了眼,如今就该醒悟过来。 半个月后,我还是选择了离婚。 有些事,发生了就能记一辈子。 特别是月子愁这种。 若林时昆那时能有几分担当,能护着我几分,我倒也愿意与她继续过下去。 可她的态度,直接将我的幻想掐灭。 这样也好。 我爸带着我和两个堂兄,一起登了林家的门。 女儿我没有带去,有我妈在家里带着。 婆婆开门见识我们,恨不得马上挠我一脸。 可看看我身后人高马大的堂兄,又收了这心思。 他阴阳怪气地说,姓方的,你们这是来做什么? 我们家不欢迎你。 我爸笑,不欢迎也没事,让我们进去就行。 当然,你实在不愿意我们进去,咱们在这走廊上谈也可以。 我们方家行得正做的账,可不怕被人议论。 说话间,邻居的吴阿姨已经探出头来,我笑着回头与她打招呼。 婆婆脸一僵,将门打开,回身进了屋。 我爸摸了摸我的头,带头走了进去。 一进屋,我就听到林时昆在房里问, 妈,谁呀? 婆婆没好气地回,方家的人。 下一刻,林时昆就冲了出来。 见到我,她似乎挣了几秒,笑道,圆圆,回来了。 回来了就好。 说着,她就过来拉我的手。 我一把甩开。 林时昆脸色难看了几分。 方圆圆,你还要闹到什么时候? 我叹了口气,从包里拿出离婚协议递了过去。 林时昆,我没闹,这是离婚协议,你签了吧。 林时昆不明所以的结果,在看到离婚协议几个字的时候,变了脸色。 圆圆,你是不是在开玩笑? 咱们不是感情好好的吗? 离什么婚? 我有些心累,多说无意,咱们好聚好散吧。 婆婆见此,一把从林时昆手中,抢过离婚协议。 离婚? 离婚好啊。 我儿这么优秀,还能找个黄花大闺女,你以为你这破鞋还会有谁要? 林时昆冲她妈吼了句, 妈,你少说几句吧。 说完,她又回过头拉住我的手,不可置信地道,圆圆,不就吵几句嘴吗? 怎么就到了闹离婚的地步? 林时昆边说边抬头去看我爸。 爸,是不是你们看我不顺眼,让圆圆和我离婚的? 我就知道,当初我和圆圆结婚,就是你们死活不同意。 我打断她的话,林时昆,我要离婚是我与你的事,跟我家人没关系。 到了如今,你还不想想我为什么刚出月子就执意要离婚吗? 哼,不是你家人唆使的,那肯定就是你在外面有男人了, 是不是,这话林时昆是吼出来的。 说完,她用一双冲血的眼睛环视我身后的众人一眼, 突然就向我一个堂兄冲了过去, 你是方圆圆的拼头是不是? 我就知道,方圆圆这几个月老是看我鼻子不是鼻子眼睛不是眼睛, 肯定是变心了。 堂兄没想到她会突然冲出来,被她拽了个正着, 也起了几分怒意,姓林的,你也不看看你自己做的那些事。 你还好意思在这里说这些有的没的? 我怎么了?我做了什么事? 我一不赌二不嫖三不家暴,我就差把方圆圆供着了, 还要我怎么样?林时昆歇斯底里地喊。 我脑袋一阵发麻,半嗓才反应过来, 上前去拉扯林时昆,林时昆,你疯了。 这是我堂哥,你放手,好不容易将两人分开。 就听婆婆冲林时昆吼,林时昆,你给老娘有处戏点。 不就是离婚吗?离婚了,你还找不着女人了? 用得着这么求她吗? 林时昆的身形顿住。 婆婆狠狠瞪了林时昆一眼,将离婚协议摔在她面前。 你个蠢货,还在这里设步的人家。 你看看人家怎么想的,孩子归她,房子一人一半, 还要每个月给两千块的抚养费。 林时昆嘀咕,我不离婚。 你个归孙子,你要气死你老娘是不是? 人家就是用这事拿捏你呢? 你看看她离了婚谁要,婆婆将林时昆往后一拉。 然后气势汹汹地道,那个丫头骗子,你们爱要就要。 但是房子不可能给你,一人一半也不行。 首付可是咱们老林家出的钱,结婚后你又没上班,也没还房贷。 我冷笑,你怕是忘了,当时结婚的时候就商量好了的。 你们出首付,我们家出装修的钱。 这装修可是花了二十万。 还有家里的家具电器也都是我买的,花了差不多十万。 结婚两年,我是没上班,可怀孕前所有的家务都是我做的, 请个保姆也要花钱吧。 咱们县城的房价也不高,就五六千一平, 这房子最多也就值个七八十万。 我分一半,不过分吧。 婆婆指着我的鼻子就大骂,你懂个屁,反正这房子没你的份。 你个丧门星,娶了你我儿子就倒霉,生了个小丧门星, 还整日吵吵嚷嚷的。 这是直接耍赖家顾左右而言他。 我看着他这个无赖相,再看看林石坤的窝囊样,火上心头,冲着林石坤冷脸道, 林石坤,你听听这话,我为你生儿育女,你妈是怎么对我的? 你又是怎么对我的? 林石坤,你自己不想想吗? 说到最后,我红了眼圈。 林石坤头一回冲他妈吼, 妈,你是不是非得闹得我妻离子散你才高兴? 婆婆被这一声给吼愣住了。 半嗓,反应过来后,她直接冲上前,就挠林石坤, 你要上天了是吧? 我把你养这么大,你就这样对我的。 林石坤左躲右闪的,屋内顿时乱成一团。 我爸看不下去,轻咳了一声,打断这场闹剧, 行了,都别闹了,这婚,必须得离。 林石坤,你还记得当初要娶圆怨石说的话吗? 你可是说过,不会让她受一点委屈, 可今天就是当着我的面。 你的承诺一句也都没做到。 可想而知,我没在场时, 我女儿过的是什么日子。 婆婆还是那句话, 婚可以离,房子你们别想。 我爸也有些来气, 不是我们消想你们的房子, 我们只是想拿回我们装修用的钱。 婆婆极其嚣张地笑出了声, 我们买的是房子, 跟你们没关系。 你们不是要装修的钱吗? 那就把装修拿回去吧。 另一边, 林石坤跟个哑巴似的一直低着头不说话。 我爸脾气很好的一人, 此时脸上也染上了怒气。 见此, 我便知道这钱肯定是拿不回来了, 也不愿意做过多的纠缠。 我伸手拉了拉我爸的衣袖, 冲他摇了摇头, 爸, 算了, 这事后面再说, 咱们先把婚礼了。 堂兄皱眉道, 圆圆, 你别怕他们家, 有我们给你撑腰呢。 我摇摇头, 哥, 我知道, 谢谢你们, 我就是不想纠缠了, 早点把事结了吧。 婆婆健壮, 笑得更得意, 方圆圆, 你知趣就好。 我按了按手机, 平静地笑, 你说我们想要钱, 就把装修拿回去, 是不是? 是, 有本事就把装修拿回去。 我笑得更意味深长了, 如此就好。 说完, 我转头问林时昆, 我们下午就去离婚登记吧。 林时昆红着眼眶看我, 不说话, 我闭了闭眼, 微微侧了头, 不去看他。 林时昆不说话, 婆婆倒是开了口, 去, 现在就去。 林时昆, 你现在就去把婚离了, 看看他们敢不敢。 林时昆还是不说话, 婆婆推嗓着, 他又重复了一遍。 林时昆抱着头大喊, 去去去, 我就去, 如你的意, 好不好。 说着, 他如困兽一般站起身来, 登记完, 一个月后, 拿离婚证。 民政局门口, 林时昆拉着我的手最后挽留, 圆圆, 孩子还那么小, 咱们不离了好不好, 咱们搬出去住好不好。 我一点一点地掰开他的手, 这不是在哪里住的问题, 是你态度的问题。 在你妈一次次闹的时候, 你指责我的时候, 你沉默的时候, 我的心就已经一点点地凉掉了。 林时昆的脸色一点点变白, 我意味深长地问林时昆, 你下午在家吗? 我过去收拾一下东西, 林时昆连忙说, 在的, 我请嫁回去。 我摇头, 那倒不用, 我不想看见你爸妈。 说这话时, 我故意瞟了与林时昆一起前来的前婆婆一眼。 显然, 她到现在还不敢相信, 我真的和林时昆离了婚。 林时昆连忙点头, 我带我爸妈出去。 远远, 你给我个机会, 好不好? 我没理她, 只说了一声, 我下午三点过去, 便转身留了个背影给她们。 身后, 是前婆婆叙叙叨叨的声音。 林时昆, 你有点出息好不好? 不就一个女人吗? 以咱们的条件, 能找到更好的。 妈, 都是你, 都怪你。 要不是你折腾, 我和圆圆何至于离婚? 你不是一直说她不敢离婚吗? 你不是说她被我们拿捏得死死的吗? 所以, 她们到如今还以为我在演戏, 以为我不敢真离婚。 呵, 还真敢想, 呵, 还真就可笑。 我头也不回地走了。 下午三点, 我让堂兄带着人, 又叫了搬家公司, 直接去了我与林时昆曾经的那个小家。 小区保安见我们这阵事, 还拦着我不让进, 我好说歹说, 才算是进来了。 上了楼, 打开门, 果然家里没人。 我挥了挥手, 指挥道, 家具都搬走, 嗯, 椅子和凳子留下, 这不是我的。 待搬完了家具, 我指着空荡荡的屋子道, 瓷砖都扣下来带走, 窗户也是, 灯能卸走的就卸走, 卸不走的就砸了。 对了, 这些瓷砖那什么的, 我也不要, 就送你们了。 这话一出, 请来的工人干得更起见。 一百多平的房子的瓷砖, 多多少少也能卖不少钱。 一个下午过去, 该处理的都处理完, 就连垃圾都帮忙清了。 我满意极了, 正要下楼, 就遇见捧着一张脸的 前公公、前婆婆 以及前夫林石坤。 婆婆一见, 我们这架势, 封了一样的推开门, 见到屋内的情形, 崩溃的大人, 方圆圆, 你个贱人, 你这是做什么? 你, 你, 你抢劫呀? 前公公与林石坤 也是不可置信地 看着这空荡荡的屋子。 我笑得极其无辜, 你们前面可是说过, 我装修的东西, 我要拿走随便。 如今, 我就是拿走属于我的东西, 算什么抢劫? 前公公更是直接冲了上来, 就要打我。 堂兄一把就拽住他的手, 冷哼一声, 我看谁敢打我妹子。 见这情形, 前公公直接报警, 我也不处, 反正当初他们自己说那话时, 我可是留了证据的。 前婆婆趁着这功夫, 一边大哭着, 你个丧天良的, 不安好心的婊子, 竟然不给我们活路啊。 一边扑了过来, 就往我脸上挠。 我心下一席, 如今, 我这身体也恢复好了, 又没了身份的顾忌。 我拽着她的头发啪啪, 就是两巴掌。 这两耳光当是还礼了, 当初前公公打我那一巴掌, 我可是记得呢。 想着这老太太做的腰, 我恨从心头起, 举手就往她身上掐。 让你嘴贱, 让你做腰, 让你做见我。 被众人拉开时, 我身上也挂了不少彩, 特别是脸上。 倒是前婆婆, 脸上也就被我扇了两巴掌, 余下的都是身上 看不见地方的伤。 问清楚情况, 民警无奈地扫了林家人一眼。 你们离婚协议上 写得很清楚, 人家不要房子, 只要拿回自己装修的东西。 你们还有什么好说的? 没错, 这一条是我后面加上去的。 林家也是同意的。 告状无果, 前婆婆又扯我打她的事。 民警扫了一眼我的脸, 笑了, 你们顶多就算互殴, 算家庭纠纷, 要处理。 也可以, 各自先关几天吧。 前婆婆立马耸了, 没占着便宜, 前婆婆心下不愤, 怂恿着林时昆 跟我继续掰扯房子的事。 林时昆一张脸仗得通红, 竟然伸手推了她妈一把, 你就别再说了, 行了, 明天你们俩就回老家去吧。 当初本来就是为了让你们来照顾孩子的, 如今, 孩子和老婆都被你闹没了。 你们赶紧回去吧, 我看到你们就烦。 这话一出, 室内一静。 前婆婆大约是感觉到林时昆真的生气了, 红着眼, 跟双打的茄子似的, 粘了。 我却觉得前所未有的爽快, 带着堂兄, 头也不回地走了。 本来, 我以为安安静静地等着拿离婚证, 也算是好聚好散了。 半个月后, 我姑一早打电话来问我, 圆圆, 你和林家那小子要离婚? 我正吃早餐, 一口粥就喷了出来, 剧烈地咳嗽起来。 我妈一把抢过手机, 她姑啊, 这事儿我们没人说呀。 你怎么知道的? 我姑叹了口气, 看来是真的了, 你们去家族群里看看吧。 我妈慌忙去找手机, 我也去翻微信, 自生了孩子后, 总觉得精力不足, 这些日子又总是想着离婚这事, 手机也没怎么用。 一进微信, 就发现家族群里已经炸了锅。 我网上翻了好多页, 才算是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 林时昆竟然在群里说, 我在外面有了男人, 连刚出生的孩子都不是他的种, 现在事情败露, 我就要跟他离婚。 他说他咽不下这口气, 又毫无办法, 才来群里曝光我。 又说我不仅要离婚, 还想评分他家首付买的房子, 还想要他每个月给抚养费。 他们家与我们据理力争, 结果我竟然直接带人 将他们的房子产成了毛坯, 简直是欺人太甚。 同时, 还有林时昆他妈 在群里语音各种谩骂。 我爸妈看了, 简直气疯了。 这还不算。 我这边信息还没看完, 闺蜜的电话也过来了。 他说林时昆在微博 发了篇小作文, 讲述了我与他 多么美好的相识相爱结婚, 又讲述了我出轨要离婚, 连孩子都不是他的 这一悲惨经历。 顺带着还发了几张 香艳的图片。 这条刚发没多久, 又发了个毛坯房的视频出来, 视频中前婆婆哭诉着我 买房不拿钱离婚, 却要分房子。 分房不成心生恶意, 直接带人将房子毁了的恶行。 这两条微博发出来没多久, 就被一个大V转发了, 热度一下子就上来了。 我顺着闺蜜 给的链接进去看了, 浑身冰凉, 想撕了临时昆的心都有。 我妈一见着, 慌了, 连声问该怎么办? 我爸到底要沉稳几分, 马上打了律师的电话。 我深吸一口气, 压下翻涌的气血, 将那些聊天记录与发文 都一一截图保存。 十分钟后, 我爸电话结束, 说律师说的, 马上保存并记录, 直接起诉临时昆。 还说, 得去做个亲子鉴定。 我点了头, 这一天, 越来越多的人打电话来问我这事。 有好意提醒的, 有闲着无聊打听八卦的, 还有满怀恶意来看笑话的。 最后, 我不得不关了手机, 随之我爸妈的手机也被打爆, 被迫关机。 家里的气氛一下子沉闷起来。 我看着为了我满面忧愁的父母, 慢慢地冷静下来, 寻思着反击的方法。 我用备用手机给林时昆打了电话, 质问他做这样不要脸的事有什么意义。 林时昆说, 他就不想跟我离婚。 若我在外面没人, 那日子就好好过, 他就把那些微博撤回来, 再去我家族群里解释说都是误会。 还说房子的事儿也不跟我计较了, 只要我回去与他好好过日子。 若我执意要离婚, 那必定是在外面有了也男人, 这样他势必要揪出来。 我软下声音来求他撤了那些不实的言论。 林时昆, 我们好歹夫妻一场。 你发这些, 侮辱的不仅是我, 还有你自己。 那些子虚乌有的图片, 你是找人屁的吧? 你这样做, 是连咱们最后的一点情分都要耗尽了。 对啊, 我就是屁的。 怎么样? 是不是特别相艳? 方圆圆, 你让我不好过, 我也要让你不好过。 你跟我结了婚, 想要轻轻松松就离婚? 忙都没有。 我攥紧手, 抑制住发抖的身子, 临时昆, 你不是人。 我与你恋爱三年结婚两年, 从来没有做对不起你的事, 我为什么要离婚? 你心里没点数吗? 结婚的时候, 你说你们家出首付, 我们家出装修。 我没要你一分彩礼钱, 我爸妈还给我陪嫁了一辆车。 你还有什么不满意的? 咱们刚结婚, 你就要把你爸妈接过来住。 你不记得咱们晚上睡觉的时候, 你妈闯进房间的事了? 从那时起我就后悔结这个婚了。 到后来的种种不合, 我一直在忍耐。 生孩子的时候, 你们为了个顺产的孩子, 更聪明, 这样无稽的理由, 就不顾我的性命, 不肯签字。 我将这几个月来受得气如, 豆子般都倒了出来。 临时昆沉默了。 你说话呀, 临时昆, 这些难道我说错了吗? 方圆圆。 这都是些什么芝麻豆子大的事, 值得你记这么久吗? 芝麻豆子大的事? 临时昆, 你就告诉我, 我说的这些是不是事实。 你不是一直要告诉你离婚的理由吗? 这些便是理由, 心不可能是一日变凉了的, 离开的决定也不是一下子做出来的。 电话那端沉默良久, 临时昆终于开口, 你说的这些虽然是事实, 可是圆圆, 我真的不知道你会在意这些小事。 算我错了吧, 我给你道歉, 你回来, 我们好好过日子好不好。 临时昆, 你凭什么认为我还会原谅你? 挂断电话, 我看着手机里的录音, 轻输了一口气, 若不是为了这录音, 我也不至于软声去求她。 现在, 我只觉得看她一眼都恶心。 之后, 我花了整整一周, 将我与临时昆这些年的点点滴滴都整理出来, 也将结婚两年来与婆婆发生的矛盾, 以及临时昆让我心良的态度。 都一一地写了出来, 配上图片和女儿与临时昆的亲子鉴定书。 更是将前面去婆家商议离婚事宜时的所有录音和今日的录音都剪辑成短视频, 还在视频里晒出了当年装修房子时的账单, 并附上一份律师函。 然后发了微博, 按了前面帮临时昆转发的那个大力。 我又私底下和闺蜜打了个招呼, 让她帮忙转发。 毕竟, 她也是个有着几十万粉丝的小网红。 一旦激起千层浪, 网络平台炸了锅。 经过一周的发酵, 这事成了当地热点。 原来中立的全部都站到了我这一边。 原来骂临时昆的, 骂得更狠了。 原来跟着临时昆一起骂我的, 在猛圈过后, 直接反击将临时昆骂了个狗血淋头。 更甚者, 有人将我的图片和视频录音都搬去研究了一番, 证实没有后期。 又有好事者将先前林时昆的照片挖出来, 证实有辟图的痕迹。 谁真谁假, 一目了然。 林时昆被骂得抬不起头来, 不停地打我的电话。 见我不接, 又发信息, 求我删了那篇微博, 撤了律师函, 说再也不敢了。 我只回他一句, 明日民政局见面再聊。 我在堂兄的陪同下去了民政局, 林时昆倒是很准时, 就是整个人显得又邋遢又憔悴。 嗯, 前婆婆也跟着, 这回神色也没那么嚣张了, 倒是眼中透出几分恨意。 我们还没开口, 他就先开了口, 方圆圆, 你个贱人。 你在网上胡说八道什么, 还不赶紧地将那些鬼话都删了。 林时昆, 你这是不想我撤销律师函了? 我不理前婆婆, 冷笑着看向林时昆。 林时昆红着眼瞪着他妈, 妈, 你闭嘴吧, 折腾到现在, 你满意了吗? 前婆婆噎住, 不吭声了。 林时昆却转头哑着声对我说, 远远, 我让我妈回老家, 咱们不离, 好不好。 我笑了, 笑她的天真, 她以为是到如今, 在她做了那么多恶心事后, 我与她还有回头路走。 林时昆身后的前婆婆, 嘴张得老大, 一副不可置信的模样, 但也没闹起来, 想来, 这话林时昆早就与她说过了。 虽然我已经并不在意他们的态度, 可此时看着倒也挺爽的, 被自己儿子赶回老家的滋味, 想来不好受。 我淡淡地道, 事已至此, 走吧。 林时昆不动, 我挑眉, 你不想我删微薄了。 林时昆丧着一张脸, 跟我进了民政局, 拿了离婚证出来, 林时昆一直望着我不说话, 很深情的样子。 我痴笑, 听他妈话房子不给我分毫的时候, 怎么没见他深情? 在网上造谣诋毁我的时候, 怎么没见他深情? 给我泼脏水逼我救饭时, 怎么没见他深情? 圆圆, 看在夫妻一场的份上, 求你删文撤了律师函好不好。 我如今连门都不敢出了, 一出门, 大家就用异样的目光看着我, 被地里悄悄骂我。 我就想起, 林时昆刚开始在网上发这些时候, 我不也经历过这些吗? 你去网上发一篇公开给我道歉的文, 将所有的实情说出来, 然后承诺以后不再会因为任何事污蔑我。 我便删了微博, 我淡淡地道, 你个贱女人, 你好黑得心肝, 当初商量离婚的时候, 你竟然录了视频。 你个天杀的, 你就是专门来坑我儿的, 前婆婆的骂骂声, 不绝于耳。 我皱了皱眉, 洋洋手中的手机, 我可是录了音, 就你这些话, 我可以告你们诽谤。 前婆婆立马住了嘴, 林时昆颓丧地应了我, 好, 我去道歉。 当晚, 林时昆真的发文道歉, 解释事情的真相。 我约手承诺地 删了当初的那篇文, 并新发一篇, 说明我与林时昆的约定。 当然, 律师函是没有撤的。 毕竟, 我又没答应撤律师函。 又不是小孩子了, 一句不是故意的, 我错了就能将所有的事都接过吗? 两天后, 网络上又发生了件有趣的事。 有个网友扒出林时昆在与我离婚前, 带着个年轻女孩去了酒店, 还不知道从哪里扒出了入住记录。 一时间, 林时昆成了渣男的真正代表。 网络上见义勇为的可人儿, 更是汹涌地涌进他的微博, 留下各种问候的话, 迫使他直接注销了微博。 三个月后, 林时昆因诽谤罪锒铛入狱, 判一年。 此时, 我正带着女儿和我爸妈在海南旅游。 就是已尽, 往后是新生。